制作人 啪音 Berry,大響 大家好,我叫Alice 我現在本身有愛用機銀行師 在日本附近當幼教舞教老師 我本身的職業是做美工的 我本身的職業是貿易公司的總經理 本身以前在日本的時候 我就有學過磁房瘤 所以我對插花是蠻有興趣的 想要在自己的花藝這條路上面 就是更加平身經濟 不是只有說看網路啊 就自己自學 其實花這個東西它的學術也是蠻深的 因為畢竟我沒有基礎 所以我希望可以從頭紮實的學習 那比較下來會覺得 德式花藝跟巧克力學老師的教學是 比較有一個規劃性 然後是比較就是一接一接一步一步帶著你學習的 那對於這種就是我是零基礎的人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入門開始 喜歡種花草 然後就是很喜歡花 然後我想說不然我來學花藝好了 我之前有學過別的 後來也是因為我很喜歡德國的架構 嚮往就是我想要做架構這方面的地方 所以我一直很想來 覺得 嗯 德式插髮跟東洋梨這種完全不一樣啊 就是層次花會 就是規則也有很多 那做運不少 接到很多那個插花的技巧 我覺得就是在這裡學習就是系統真的非常的完整 然後你從你不會到很清楚 還有線上課程我覺得一定要上上就很重要的 因為我之前我在外面上過課 所以你會很不清楚插髮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來這裡真的有很清楚說 這個花要怎麼插怎麼安排 原理是什麼 該如何設計 我覺得會自己設計很重要 因為我以前連設計都會 可能都不放過每一個細節 所以從開始到現在 真的學了好多不同樣式的插髮 注意很多 對 所以我覺得我來這邊插的是 在學習非常的滿意 也非常快樂 真的沒有想像中的簡單 然後不要放棄 每一步都是成功的 下一步我覺得 很多的挫折 一開始都會覺得 學花很美 然後很夢幻 很像韓系 我膩這樣子的感覺 但其實 會發現說真的有很多的規則 跟很多的細節要去組織 那要怎麼到 像小狗學老師那麼專業 真的要去練習 學習 雖然說就是過程其實很害怕 但是我覺得就是 所有老師啊 圖畫老師就是 都是有系統的教學 然後從我原本一開始 就是不懂 不熟悉 到我慢慢了解 雖然我現在還是某某種 但是我覺得就是 大概知道說就是要慢慢的思索 才會知道說 他們講的到底是什麼 對 上課的感覺 我覺得就是更清楚 該廠畫的方向 然後更明確說 我真的很喜歡架高的畫 印象深刻的部分是 超過老師 每當超過老師 在示範的時候 看他就是很輕鬆的 就把一束花 一盆花 都從一段時間上去擦得很漂亮 很有美感 而且他在選花 也是非常棒 這三次的研討味其實都很期待 可以跟小狗老師 雖然不是面對你的視訊這一塊 有老師的連線加持 就是真的還是不一樣 對 那他的講解的部分 也會補足在台灣這邊上課之後的一些 不足的地方 口球老師好像在變魔術 他那個手勢肩膀腳 這樣子 就是可以感覺到 他是用他的生命 然後用他的身體 就是他的身心裡 在愛這個花 或是在做這個作品 獅子班我會考慮 因為我也蠻喜歡 就是跟同學交流的感覺 下一個階段的話 應該也是在我們獅子班的部分 買進那裡過 未來順利考取獅子班之後 希望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室這邊 開班授課 然後把這個基礎德國花藝這一塊 再繼續傳授下來 就是會想說 是不是要往實質的方向前進 然後未來也希望 可以開一些自己的工作室 小小的也沒關係 就是一個小小的夢想這樣 愛你所選 選你所愛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走花藝 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可以參考看看 超科學老師或是德式花藝這個系統 它真的是全世界最完整的一個系統 不管是理論 不管是實作 不要放棄 然後加緊練習 對 每個人都是可以成為自己 心目中那個理想的花藝師 然後要靠練習去發光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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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